本短片为关于头的众雷心得 会有很多的剧痛内容 请大家斟酌观赏 四处列车 一起搭着前往福山的高速列车去旅行吧 竟然老白女儿面临到前所未有灭绝大灾难 狂熟帮三世蜂拥而至 生离死别的无奈与爱痛 还有跟大家介绍这次特别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远问一下2016年在各地造成轰动的四处列车 时间已经过了四年的时间了 随着接下来马上就要登场的四处列车 干燃半岛 刚刚好也就是接在四处列车俯山行的四年之后 台湾这边有推出了四处列车的特别版 嗯到底是在特别什么的呢 这边W为大家介绍分享四处列车特别版之外 还要来说明一下包括前转 起源首尔车站 以及接在后面快要出来 续集干燃半岛的一些关联 也提醒大家W会先分享四处列车正片部分 如果有朋友进来只是想了解特别版有什么特别的 也可以直接跳到最后面 这边就可以了 而电影一开始 先是以公路进行防御管制 看到一位大叔在抱怨又是撞到一头鹿 这只鹿像是斑皮那样站起来变成丧失的 所以整部片先带来了一丝丝的诡异与不安的气氛 应该有不少朋友之前有看过四处列车了吧 这是所谓的特别版 其实正片的部分就是之前的四处列车 所以在关于剧情的部分 W会比较简略带过 主要偏重于一些心得 或者是一些特别的细节来跟大家做分享 而过了片头 不安的开场之后 再来剧情是带出了孔流饰演的徐朔宇 是一个基金经理人 看到是知识之力 为了赚钱获利 是完全不顾别人死活的一个人 本片男主角也是后来有良心发现的代表 然后与老婆离婚 老婆搬到釜山 金秀安小妹妹饰演的里面刚好也叫做秀安 是朔宇的女儿 在四十当天想要去釜山找妈妈 所以两个是搭了一大早 告诉列车要前往釜山 但也是因为这样两个人被绝入了 十几大灾难 由一位脚受伤的女孩子这边开始 整个是快速地引发了一发不可收拾的惨剧 韩文之一 俯山心英文全土不散 说得好像是开心心要出去玩的样子 但其实却是一部不折不扣惊悚的丧失灾难片 而富丽良所搭乘的是由首尔出发 南下府上高速列车 包括沿途中间停靠大田 然后是东大丘战 刚好也是作为故事剧情几个段落点 像是刚刚才出发没有多久 觉得多数乘客都还没有察觉异样的情况之下 有脚受伤的这位女孩子 情势快速地开始恶化 嗯那我穿的速度那么快的 不过不得不承认这样快节奏被咬马上变僵尸 的确是有大家增加了整部片的紧张事迹 女孩子变上司 也要一个女成人员也变成上司 马上没有多的时间就超夸张 快速形成一个上司团蜂拥而出的壮观景象了 大家可观察到的虽然还是一个小女孩的秀安 但整部片大多关键时刻却是以修安视角观点 包括了看到路上消防救护警车护销而故 列车出发阅台上开始出现种种的异样 列车上直接目睹了事变大骚动了开始 包括后面无一堆小女孩都是一个接一个的莫大打击 但也是用来架构出年纪虽小表现却非常超龄 而对父母本身哄悶的心境 知道老爸是一个超知识不顾其他人死活的 但还是很爱很爱他的帅气恐流老爸 甚至从政善良的童心感人的妇女情 也慢慢改变了原本只顾自己的能写老爸 像在大田战这边是一个转折 说与动用关系安排自己跟女儿走车门要离开 就被女儿动了自己情小以大意的 对比反映出自己心胸竟然不如女儿的宽大 只不过大家并不知道感染竟然如此神速 大田战早已经沦陷 接下来又是一场拼命奔跑的生存淘汰赛 以现在可乐娜在全世界扩散肆虐 陆续也造成了全球各地各种乱象的角度来反观 虽然传播速度便将射下了 还是没有电影里面演得那么夸张惊悚可怕 但说实在 现在大家应该更能够了解体会到 像里面那样生理识别或是万分不安的恐惧感 所以里面被咬到后感染一传时 十传百快速出现大量丧失 接着是更猛烈的在传播 跟此严苛的绝境之下 大家为了想要生存 就此也立马区分出来各种世上炎良的心态了 在真能量这边 马东时饰演的一向滑 但他大富翩翩怀孕的老婆郑永美饰演陈景 所以此饰演米英国高中棒球队校队的队员 还有被女儿感动之后 重量的作语是想要帮忙党丧时打怪救人的无私英雄 不过看到了真的是一场超残酷生存淘汰赛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那么幸运的 越来越多人变成死士团的一员 还正常活着的人 处境则是越来越艰困了 在大田站同线 大家再逃回到列车上 列车继续往南 告诉巷子还没被攻陷的釜山险境 而由这边开始 紧张形势越跌越高 人心研究越对比显现出自私与无私的巨大差异 看到一大叔 硕与英国好不容易也跳上车 一边打一边以自选方式 好不容易从九号车厢冲到13号车厢 其他女儿老婆等人之后 准备又再往比较安全的15号车厢前进 然而与一大叔他们完全是极端对比的 就是近一生饰演东西 科运公司的主管 真的是一个无药可救的贪神怕死 又为了让自己活下去 不断牺牲别人 更也是利用恐惧被感染的心理 计划其他人 对抗排挤好不容易排除万难 才来到15号车厢门口的说与他们 而且也是因为15号车厢里面的人挡住门 导致英勇挡住另一边丧尸冲进来的一大叔 后来也是被咬到而变成丧尸 牺牲掉了 剧情越到后面面对理性 情感冲击就越强烈 不过一大叔的牺牲 让人痛哭流离之意将老婆对着你的女儿 托付给朔宇 在最后一言告诉了老婆帮女儿 取名为瑞妍 然后再突破15号车厢门 惊险进到15号车厢 只有看到了老婆婆的姐姐放弃而牺牲 可以说看到中间每节车厢 都有惊险为难 每节车厢都充满了人性情绪的对撞 是可以理解在那样的状况之下 对于不明朗的情势 大家都会害怕任何风险 但真的里面更可怕 残酷的是来自于其他还活着的人类同胞 即使原本有机会 竟然就这样 见死不救不断地让别人挂掉 之后又把朔宇他们 哽到下一个车厢去 不过这点也还蛮笨的 既然后面还有空车厢 为什么他们其他不移到另一节车厢呢 所以当老婆婆的妹妹 因姐姐挂掉的心灰意能 跑去打开十号车厢门 那上司统统跑进来 感觉就是一种限制报 排起朔宇的那些乘客 就这样大多支持俄国 统统被挂掉了 四处列车的导演 言三号 而除了四处列车 有兴趣的可以参考形状动画 起源所有车站 然后马上就要上映的 续集四处列车感染半岛 嗯 可以看到导演擅长利用 这些丧尸肆虐的题材 不只是营造出僵尸蜂冲刺 活人拼命跑刺激感 更也是布置出了更细腻 更多层次 包括各种角色关系之间的省事 一些常常被大家忽略的社会问题 还要再堆叠出各种人性 情感冲击的层面 让人一波又一波的 剧情里面有温馨幽默 但接下来一转 又是面临到生理死别的 人看到过了调牺牲的人越来越多 还活着的人也是越来越少 现在都预够了之后 除了要来介绍最后的结局 还有说明传说与所有车站 有关联的游民 以及特别版里面 有什么不一样的内容呢 原则上来说 有看过起源 首尾车站动画朋友 应该有察觉到 与四处列车剧情的连接并不高 这部所谓的前作动画 其实老实说 人物故事并没有直接 明显与四处列车相关 故事背景是发生在 四处列车出发站 首尾车站 但剧情其实是以首尾车站 周边包括一些游民 上市开始在车站附近大量蔓延 以及在日间 另一个少女为主 发生种种情节 而有其他报道会介绍 提到首尾车站的女主角 会善说是四处列车 引发整台列车大爆发的那个女孩 嗯 但不认为并不是这样吧 在首尾车站 最后面看到了会善 不但已经变上市 然后更是咬掉了她的老板 所以不太可能 四处列车一开始 受伤女孩会是会善 而传说中 游民这个角色 与首尾车站有关联 这部分其实也不是一个 精确的说法 因为首尾车站 有出现过好几个游民 但并没有明确的剧情线索 可以连接到四处列车 没有看到任何像这位游民 跑到列车上的画面 所以说最多只能算 同一个世界环境 另一段故事 传说中 四处列车与首尾车站之间的种种 大概只能说 比较像是大家拿捕出来的观点咯 机会惨烈 悲壮的十处列车结尾 整辆列车最后 算是只剩下三个人还活着 希望小妹妹 一旦的说老婆 抱歉 没空流 还有就是肚子里面 还没有出生的小宝宝 有像是小朋友 为出生的宝宝 代表是一种希望 点最后面 是以修安唱者 原本要唱给老爸听 来自下围一名曲 阿罗哈哦 作为视频 两个人不上市 也用来代表了 修安与陈景走出隧道后 终于有安全抵达了 军队保护之下的安全区域 而看完整部片后 或许很纳闷 到底哪里特别了 在宣传报道上 是说主角孔流 时候未公开片段 好啦 其实是以电结束后 片尾片段方式 内容是剪进来一段 来自四处列车 感染半岛 看到了个小男孩 与妈妈 还有巨人的舅舅 大家搭上一艘邮轮 原本说是要去日本 又说临时改航程 要前往香港 然后接着看到 有个乘客发作 变成了上司 嗯 大概看到的桥段 就是这样 凶多吉少 其实是说一种 下路预告片段的宣传哦 也是间接到 续期预告看到的 船上的灾难是一段 然后时间再来到 四年之后 将动员 适应的角色 由香港再回到 人间电狱的半岛上 总结来说 不管是不是有被骗 来看这次的特别版 本身四处列车 就是一部精彩 至继的末日上司电影 有神述 上司肆虐的 灾难其情 社会所以人性百态 满满绝境之下 严苛的考验 与情感冲击 还有绝对是会让大家 感动到痛哭流利的 生离死别 也是在于接近 最后关卡就越显得出 一些角色 人性的伟大光辉面 像是原本 微微说说 怕他要命的游民 但因为前面的经历 是让他变得更强大 最后是为了救 秀安与沉寂而牺牲 男主角授予 更不用说 剧群里面点出来 原来是因为 之前炒作生技公司 惹出来的祸 所以从内疚到后来 除了奋不过身 保护女儿外 也是一种补偿心理 不断奋战 撑到最后一刻 这些都是让人看完之后 久久无法忘怀的感慨 所以有建议 没看过四处列车 可趁这次机会 赶快在续集商业之前 来恶补一下 这部神作 而之前看过的 就当做是 再一次的复习回顾 没有到那么不堪 加了片有片段 也还是不错的啦 嗯 就不知道 还有没有其他的看法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 大家一起来讨论点吧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 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点哦 那就先这样咯 拜